Hello 各位同學 又是我 DSC 數學聯盟 繼續來到我們免費剝卷的 MC 卷解卷部分第 32 條的位置 如果還未下載免費的 DSC 剝卷來做的話 可以按停這段影片 然後這段影片的 Description 中 會拿到 Link 教大家下載 做完再回來對卷也是未遲 事不宜遲立即講一講第 32 條的題目 第 32 條的題目是在 大家都預料了 其實做過 Partsaper 到月部的 30 多題 你都會遇到一條關於進制的轉換 可能是 16 進制變成 10 進制 可能是 2 進制變成 10 進制 今次這條題目我特意設定特別一點 就是一個叫做跨進制的轉換 不再是 16 轉 10 也不是 2 轉 10 而是要你 16 轉 2 我們的攻略是怎樣做呢 就是我們先把 16 進制的數 還原成 10 進制的數 然後拿著 10 進制的數 再把它變成 2 進制的數 所以比起平時 Partsaper 考開的題目 這條題目做的工序會多了一點 不過其實也不難的 純粹做多了事情 事不宜遲立即開始看一看這條題目怎樣做 首先有一個叫 AB 的 16 進制 AB 的 16 進制 如何將它還原成 10 進制 其實就是這樣的 因為 A 即是 10 B 即是 11 所以這個叫 AB 的 16 進制 等於 B 乘以 16 的 0 次 再加 A 乘以 16 的 1 次 而也是因為剛剛提到 B 是 11 所以就是 11 乘以 1 再加 10 乘以 16 就會變成這樣 因為 16 的 0 次方是 1 因為任何東西的 0 次方都是 1 然後這裡我們按機計算 這裡會是 171 所以輕鬆將這個數轉換為 10 進制 但問題就來了 拿著這個 10 進制 我們如何將它轉換為 2 進制 我們會用的方法叫做短除 不過我也知道 其實不是太多同學知道什麼是短除和怎樣玩 所以我在這裡拿解卷之前 我提供一個方法給大家 就是如果有同學是不熟悉短除 這條數你仍然可以做到 怎樣做呢 就是你從 4 個答案出發 你將這 4 個 2 進制的答案全部變回 10 進制 你看看哪一個會轉換為 171 其實也是可以的 你說會不會很慢呢 其實我覺得不是太慢 我估計分多鐘應該都會解決的 所以其實兩條路沒有哪條路比較好 所以就識除專辯了 不過現在解卷的時候 通常解卷我們都會用正路的方法 所以我會示範用短除 我們不用逐個答案去試 我們直接把這個怎樣還原為 2 進制 我會用短除去試給大家看 171比2去做短除 2乘85是最接近171 所以余數是1 2乘2叫42 會最接近85 所以余數也是1 2乘21就會最接近42 余數是0 然後2乘20 最接近21 余數是1 2乘5 最接近10 就等於10 不是最接近10 所以余數是0 2乘2 最接近5 余數是1 2乘1 等於2 所以余數是0 當我們做完短除後 答案究竟是什麼呢 我們會拿回答案在這裡 倒轉L字形 去數上去 所以最後答案是10101011的移進制 這裏有沒有這個答案在這裡 是有的 是有的 C這個就是答案 所以最後第32條這個答案就是C這個位置 但強調一下 這條題目其實短除不是一個必需品 因為你可以倒轉在答案裡 逐個逐個把它插回十進制 看看哪一個是171的其實也是可以 答案Anyway就是C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紅色 9 10 1 1